大家好,我是莫sir,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常見的力之中的凝聚力和黏附力。 跟上一集一樣,這段影片講的是課外知識,有興趣可以認識一下,沒有興趣可以直接跳下一課。 這集本來我打算叫做表面張力,但想了一段時間後我覺得應該叫做凝聚力和黏附力比較合適。 為什麼我要介紹這兩種力呢?原因是我們需要知道這兩種力的存在,才可以明白液體的某些行為,我舉一個例子來介紹。 近來就經常下大雨,有一天我在橋上走的時候就不經意惡高頭看,就發覺,咦?好漂亮喔!有很多細小粒的水珠沿著天花板滑下去。 如果你仔細地觀察這些水珠的運動,你可以發現兩件事。第一,這些水珠移動的路徑是貼著天花板的形狀。 第二,如果兩顆水珠相遇的話,他們會合併做一顆水珠,而通常合併後會因為太重而跌下來。 我們可以嘗試用牛敦運動定律來理解這些水珠的運動。 在一開始的時候,每顆水珠大約都是以雲速沿著直線來運動。 根據牛敦第二定律,作用於水珠的淨力就應該是零,而我們知道每顆水珠都是受到重力的影響,而這個重力是指向下的。 既然作用於水珠的淨力是等於零,那就表示有某一種向上的力作用在水珠上平衡重力的影響,而這種力就是黏負力。 原來任何的液體和其他物體接觸的時候,或多或少都會有少少黏在那樣東西上傾向,而兩樣東西之間的力就叫做黏負力。 另外,我們都可以觀察到,有些水珠是走得比較快,有些水珠是走得比較慢的。 有時候,在後面的水珠就會追上在前面的水珠,當兩顆水珠相遇的時候,他們就會自己合併做一顆。 由於水珠的質量增加了,所以重量都會增加,但是似乎黏負力就沒有重量增加得那麼多, 這樣就令到靜力指向下,令到水珠脫離天花板掉下來。 究竟是甚麼令到兩顆水珠合併做一顆呢? 這是由兩顆水珠之間的凝聚力所造成的。 原來,任何液體的內部都有一種互相吸引的力,令到液體可以聚在一起,不會像氣體般散掉。 這種吸引力就叫做凝聚力。 嚴格來說,任何一種物質的內部互相施加的吸引力都可以叫做凝聚力。 而任何兩種物質之間互相施加的吸引力都可以叫做黏負力。 這兩種力就不是液體才有的,只不過我想介紹它們來解釋液體的特性。 一般來說,凝聚和黏負是屬於化學研究領域,現在我們不是上化學課,所以我不會講得太深入。 但我覺得至少可以讓你知道,物質裏面是有這樣的東西。 當你以後見到有黏性的東西的時候,就不會完全不知道怎樣入手。 那凝聚力和黏負力是從哪裏來的呢?其實這是好視乎你說的什麼物質。 我暫時就用水作為一個例子來講。 如果你有讀化學的話,你就知道水是由水分子組成的,而一個水分子就是由一個氧原子和兩個氧原子組成。 兩個水分子可以透過很多種不同的分子間作用力來互相吸引。 而對兩個水分子來說,最強的分子間作用力就是氫健。 這個氫健就是水的凝聚力的主要來源。 那麼水和其他物質之間的黏負力又是怎樣來的呢? 水和某些其他物質之間都可以組成氫健。 例如水分子和阿摩尼亞分子就可以組成氫健。 另外,水分子和氫子亦都可以組成氫子偶極吸引力。 這個亦是為什麼鹽溶在水裡面的時候,水分子可以將裡面的氫子拆出來的原因。 還有,水分子和很多其他的分子都可以透過泛德華力來互相吸引。 這些都是你會在化學堂裡面學到的東西。 聽到這裡你就明白為什麼我說凝聚和黏負是一個化學問題。 所以我講到這裡都要停了,如果再講下去就有時間都不用結束了。 當我們了解了凝聚力和黏負力的來源, 我最後都簡單講幾個生活的例子。 第一個想跟大家講的例子就是倒水。 如果你將一隻杯裝滿了水,然後你想將這些水倒進另一隻杯裡, 那你倒的第一下就一定要動作快。 要不然水就會沿著杯邊流到杯底,弄到整地都是。 為什麼會這樣呢?我們可以近一點看看杯邊。 如果你倒水的時候角度很細,那水走出來的時候, 杯邊就會向它施加接近水平的黏負力。 加上重力的影響,作用於水的淨力方向就跟杯邊平衡。 於是水就沿著杯邊滲下去,然後就倒到射光了。 要防止這件事發生,杯的角度就一定要夠大。 那麼呢?當水走出來的時候, 它雖然多多少少仍然會受到杯邊的黏負力影響, 但是這個黏負力和重力加起來的時候就不是跟杯邊平衡。 這樣的時候,水就會離開上面的杯,向下跌, 進去另一隻杯裡。 所以,倒水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角度要夠大。 當杯裝得越滿,就越需要注意這點。 當然,如果我們可以透過練習來提升倒水的技術, 那就再好不過了。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不知道為什麼練習都會倒水的。 那怎麼辦呢?這個就是設計師出場的時候了。 你試一下留意一下自己家裡用來裝水的東西。 可以發現,任何用來裝水的容器, 如果裡面的水是預算要倒進另一個容器裡的話, 那它就一定有一個咀。 這個咀是用來做什麼的呢? 就是,當你倒茶的時候,就算茶壺傾斜的角度不是很大, 由於這個咀本身是斜的, 所以那些茶倒出來的時候就不會沿著壺滑在地上, 而是順利向下跌到杯裡。 這個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, 我們學習科學知識,觀察生活裡的問題, 然後做出合適的設計來解決這個問題, 這個就是STEM了。 第二個我想說的例子, 是一個比較高級的例子, 來自單元E2, 就是納米粒子防水塗層。 現在有些人很疼鞋, 為了避免對深愛的鞋整濕, 就會在上面噴一層防水塗層。 市面上有些防水噴霧, 就聲稱使用了納米科技。 這種噴霧的效果可以很誇張, 就算你整桶水淋下去, 對鞋是可以少少都不濕的,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? 要明白它的原理, 我們就需要將物料的表面放到很大來看。 當水潑在很多物料上面的時候, 都會和那個物料產生黏附力, 令到水滴能夠停留在它上面。 視乎這個物料的化學特性和幾何形狀, 有些物料更加會吸水。 但是, 如果這個物料的表面是有一層納米粒子, 那麼它的表面就會凹凸不平呢? 而當水和它接觸的時候, 水因為本身的凝聚力, 會形成一粒粒的水珠。 這會令到水不能夠深入到納米粒子之間的坑紋裡, 所以, 水珠和物料表面的接觸面積就很小, 沒有辦法形成太大的黏附力。 這樣, 在重力作用之下, 這個水珠很快就會向下滾走了。 納米線水的原理就是這樣, 原理就不是很複雜, 但是怎樣將納米粒子製造出來, 做出來之後又怎樣將它們倒到其他物料上面呢? 這個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化學問題, 那我就不懂的, 所以我都不繼續講下去了。 如果你很想知道怎樣做的話, 那就用心學好化學吧。 最後一個我想講的例子, 是一種俗稱水剪剪的昆蟲, 如果你未見過水剪剪的話, 可以跟CAMS去新涼潭看看。 水剪剪這種昆蟲很有趣, 我們知道它身體的密度是高於水, 因為如果它全身浸在水裡, 它是會沉的。 但是, 只要你不硬將它推進水裡, 它就有本事在水面上行走。 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? 這件事就是跟水內部的凝聚力有關的。 原來, 當水剪剪的腳踩在水上的時候, 水就會向它施加向上的壓力, 由於水剪剪的重量是大過這個壓力, 所以它的腳就會下陷在水裡。 在這個過程裡面, 腳下面的水當然就會被腳向下推進去, 這樣就令到水面出現了一個凹位。 由於水內部有非常強的凝聚力, 這個凝聚位周圍的水就會被其他水扯進去, 令到水面形成一個比較平滑的形狀。 雖然這隻腳嘗試繼續把水推進去, 但是腳下面的水就被它周圍的水拉著, 勉強頂住了這隻腳施加的壓力。 這個被左右旁邊拉著的力就叫做表面張力了。 如果有些東西的密度是高過水少少, 但又不是高太多, 而它的體積又夠細的話, 那可能水的表面張力就可以頂得住它, 令它浪在水面不會沉下去了。 不過如果太重的話也是會頂不住的。 以上就是一些關於凝聚力和黏附力的東西, 我希望講這些都可以激發到你的興趣, 讓你看到, 課程以外其實還有很多好好玩的東西可以學的。 好了,課外知識就講到這裏了。 下一集我們就回到課程裏面, 接下來的第五課我會跟大家講一下光體的平衡, 那就到時見了,拜拜! 大家再見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